英國威爾斯一個很大的復興 有一個Hailey Baker 然後就是帶來英國大復興的威爾斯大復興 還有另一個女人 她也給神大大的使用 但她那時的時代 十九世紀是沒有女人講道的 她是第一個這樣答出來講道的人 而神是很奇妙地使用她 另一個就是宋上節 我希望大家都會想從這些人身上學習 我這次所講的就是跟神有一個很親密的關係 而帶來聖靈的恩高 Kathleen Kuhlman 賦爾曼 大家可以放一張紙 看看我們才看一張紙上的東西 很多人會信耶穌就是 我信耶穌我會回教堂 我會祈禱 我知道我得救 停留在這樣的狀況 有些人的生命被更新 但是被更新 又會覺得清晨神真是好 我清晨神可以有神的力量 神的幫助真是好 這是一種的更新 但是再提升的是 神我願意將整個生命給你 我願意和你有密切關係 然後再提升的是 和神有一種不能夠分開的關係 傅爾曼就是有這種關係 他不只是經歷聖靈 聖靈充滿 而是他是和神有一個不可分開的關係 他是不斷倚靠神 他不會說我靠自己也能夠 在聖靈中運作的人 有些可以說有些少經歷神的工作 有時祈禱 有些會願意為祈禱有些少的神跡 但好像傅爾曼 他是有二百萬次的神跡 也都在網上可以買到一些書 有人說到他的醫治 有不同的見證 是一個神很大大使用的人物 但是這個人物並不是他很 他整個生命沒有瑕疵 其實他的生命是有一個很大的破綻 一個做錯的事 就是他年輕的時候 有一個英俊的教會 他開始教會已經很厲害 他沒多久教會有二千人那麼多人 也都開始有些醫治 他請了不同的講員來 他自己也有講 請了一個講員來 他請了一個人來 這個人又英俊又有魅力 有吸引力 講到有吸引力 有厲害 他有一個收音機台 他們兩個人 就有人私下看到他擁抱 有人這樣說 在他看到之後 這個男人是有太太和兩個子女的 於是有些人就提醒警告 甚至由遠路走來 Catherine Coleman 告訴他 你千萬不要和他結婚 但是他始終沒有聽 但是他沒有聽 神經跟他說話 因為在那個時候他其實很痛苦 他結婚的時候有什麼事發生 是整個昏迷的地下 因為他的心裡太過掙扎了 在婚禮自己暈倒在地上 然後牧師問他們 你是不是願意嫁給對方 他叫婚禮起床 他說願意了 但是當他一離開教堂 就回去酒店 他丈夫車回去酒店 車回去酒店想做什麼事 就是想執行你出行去旅行 但是回去酒店時 一停車 傅二溫做什麼 立刻要去酒店找他一個朋友 因為同時他的朋友 都在酒店那裡住 然後那個朋友跟他說什麼 啊 我還有個大錯事 知道怎麼辦 你看看結婚之後 立刻在那件事 我做了一個大錯事 我怎麼辦 他還在哭 接著她的丈夫走進來找她 她說你做甚麼呀 你是不是和我出發呀 接著她就放手了 接著和她的丈夫出發 出發之後 結婚之後後來發現一件事發生 第一就是她的丈夫的歷史 是一個違反神的心意 她是和她的太太離婚 然後和她結婚的 第二件事 這個丈夫不讓她說到甚麼 就是控制她 她開始覺得 我自己做錯古大的事 她也是聖靈感動地提醒她 她就開始自己去侍奉 她的丈夫就懷怨她 你都沒有在一起 結果就離婚了 離婚之後 傅爾曼營救想去侍奉 去到教堂 去港道 怎知道有人通水告訴她 她離婚了 她說牧師走過來 拿了她的麥克風 接著叫接待員 載她回酒店 送她上車走 你想想多羞辱 她經過這樣的日子 她的心裡痛苦得不得了 還有當她和丈夫一起的時候 有時候她的丈夫的港道 人們就以為她在恩公之下在哭 其實她是憂傷地哭 即是在她未離婚之前 結果她的丈夫真的和她離婚 她離婚是一段時間才恢復的 她有一次去到一間教堂 一間小的教堂去港道 那些人呢 那些人呢 那晚呢 開會 第二天早上看到她 就說 我們有個好消息告訴你 那什麼好消息呢 我們找到一個牧師 找到一個牧師就好 那個牧師是你的 她說不行的不行的 那為什麼不行呢 她說我們離婚了 那些人不可以做牧師的了 那些人會反對的 那些人怎麼回答她呢 她說那是以前的庫義文 我們要的是現在的庫義文 你悔改 我們就忘記過去 今天給你機會 她就非常之感動 非常之感謝 她就在那間教會侍奉 好了 在那間教會侍奉 神叫她去做的 不是只有一個教會 因為我也是聽她的影片 尤其是這個 Robert Liardin 她所說的 她就說到 她就可能有一個邀請 或者一個原因 去Philadelphia 因為那裡就是她 後來的一個基地 一段時間 她說我不會去 可能有人邀請 我不會去 她說這班人 在我最痛苦的時候 她幫我 我不會放手 除非這間教堂 垂了 她說的話 除非這間教堂的屋頂 垂了下來 如果不是我不會去 那一晚就有一個很大的風雪 跟那個教堂的屋頂 就垂了 那個屋頂就垂了下來 那她就OK 神就告訴我 你去吧 那她就去 然後她就去不同 即是不同的地方 而我自己應該是1974年 我去過她的聚會 那我去過聚會 那我去過聚會 我是完全不知道的 即是我的同學告訴我 那我去過聚會 那我去到什麼時候 她才告訴我 到最後她有很多醫治 最後她有按手 即是很少 一陣子一陣子 那些人馬上就躺下 那我的同學就告訴我 那時候我在聖經大學 她說這是聖靈工作 我又不怕 因為我人呢 有耶穌的害怕 我又不怕 不過是沒有機會下去的 因為我在很遠了 而她一陣子就已經走了 不過我就見到 見到之後 我心裡是非常好奇 即是我人是不怕的 我是很好奇 是什麼人呢 那我去的時候 應該是75年 她是76年年初死的 那她死的時候 是怎樣的情況呢 在她最後做的一場聚會 因為她一向都有心臟病的 她在最後做的一場聚會 她的心臟已經很弱 而且她又做過手術 我不知道那些次序是怎樣的 因為她們不是真的 很清楚地說的次序 但總之在聚會 她是非常之辛苦 那她呢 她做什麼呢 她平時呢 當劍板的時候 她就走來 走去一個台上 或者露親近神 那時候 是沒有人可以邁去她那裡 即是不准的 她跟那些同工說 你不可以邁來 我現在親近神 我不想有任何的騷擾 但那天她就捉住那個窗 那不是窗簾 那不是窗簾 那是那個墨 就是那個墨 不是墨 就是她拉那個墊 她就拖住那個墊 那有一個人唱歌的 看到她這樣 但因為他們吩咐不可以買她 那她就怎麼辦呢 她祈禱神 那怎麼辦呢 她開眼 Kathleen Coleman 已經走去聚會那裡 那夫爾曼就是Kathleen Coleman 她就求神 她說 求神你給我在這次聚會 再一次有你的恩公去祝福 那她就在這個聚會 做了三四個小時 跟著一完 她就整個人collapse 整個人就黏了 跟著呢 就沒多久已經離世 那她就曾經 就是有一些 很有能力的牧師去探她 為她祈禱 那她就說 不要太神醫我了 這次我要上天堂了 那她就是 即她離世之前 都是做最後她想做的事情 而她很重要的就是 她 之前Roberts 李阿頓都有說到 最特別的就是 她不只是看到醫治 是她的神的同在 是可以感受到的 其中一個人感受到 就是申班尼 申班尼去她的聚會 那時候呢 那時候呢 是非常之動 她也是說到去到 Philadelphia 在祖安聖令 我有這個 電子板的 如果你想要我可以給你 那她呢 她呢 她們一早就去 那個聚會 就是 駕車去 駕車去 然後跟著 一早就去排隊 又下雪 又冷 是很早去到 排隊 排隊 涼會震 不過她說那種震 不是涼的震 是一種能力的震 然後呢 一到開門 那些人就好像 有些百貨公司賣減價 香港好像沒有什麼 在外國有的 有些公司大減價 那些人不是一 站在門口 一開門 或者買那些 iPhone那些 那些 買iPhone 一開門 那些 就湧進去 衝進去 有這麼前 那她的過程 不斷震入 裡面也是一種 就是一種 惡名的能力 在她身上 那她的整個聚會 就很被神的更新 而且她很感受到 傅爾曼和神的關係 因為傅爾曼說 你們不要傷害我的聖靈 我很愛祂的 你不要令祂憂傷 即是說到祂和聖靈 很個人性的關係 那新回來就說 新回來就是Benny Hint 你知道 他帶來這個世界 都很多的復興 很多的醫治 新回來就說 我都很想和他 好像他那樣有這種關係 新回來就 在他聚會 他就感受那種能力 和那種震動 和能力 那他回到家 他就想睡覺 怎麽知道想睡覺 聖靈就拖他到地上 祈禱 他一祈禱 一祈禱 即時 神的能力再次臨到他身上 以後都是這樣 那他就保持 一天有八至十個小時 祈禱 在我未曾經歷四年充滿之前 那時我有個教友跟我說 因為我有這樣的歷史 有個教友跟我說 他說 有個人每天四年充滿 八個小時至十個小時 我說 四年充滿可以計算嗎 可以說八個小時 四年充滿 因為那時我未知道四年充滿 我之後說 聖靈所說的 四年充滿 後來就有一個教堂 當時我在神奧院教的 就是有一個教堂 請我去講十年充滿 我打算在聖經裡看有甚麼要說 但在那時候 我就想回這個教友跟我說 他說 有人是八個小時後至十個小時後 每天四年充滿 那我就說 好奇 是怎樣的呢 我就說你不如帶我去買一本書 他就跟我去買這本書 那我買一本書 就知道這個就是Benny Hint 但是我當時不認識他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後來 就是我買一本書之後 我就去安卡羅的聚會 在安卡羅的聚會 我就看到那些人 他一按上去就跌在地下 我就想起 傅爾曼 我曾經去過聚會 我看著他按手 我就很好奇 我立即走上去 當他一按的時候 好像電流湧下來 很大的愛 是大得不得了的 而這種愛 現在很多時候 會有些情況 會臨在我身上 很柔和的愛 周時都有 我一想 我就有些比較柔和 但有些情況 就是那些愛 大到 立即我都會哭 在有些情況 當我一想到一些說話 看到一些說話 看到影片 聽到他的生命 我即時就會感動 我真的說 神啊你真是好 我真的說 神啊你真是和我們有這麼密切的關係 也在這個世界上 原來有些人 和你這麼密切的關係 以至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可以 不只是聖經時代 才有這些人物 是今天都可以有的 即是我們都可以 這樣帶著能力 去祝福人 你想想 他都還未按手 那些人已經經歷醫治 我也都親眼見過 有人是怎樣 他在那裡服侍 為人祈禱 他就坐在椅子上 因為他聚會員 很固執 坐在那裡 然後有一個人走在那裡 他一祈禱 那天就已經在聖靈下跌倒 也都是 很多人會經歷神的愛 神的喜樂 神的醫治 這也是我很多時候會見到的事情 即是神的同序 可以真的留在我們身上加強的 也都我很鼓勵 我們經歷過聖靈的 知道一件事 是有程度的 我們很多經歷的程度 只是一個輕可的程度 通常經歷性令的人 都可以去得到 即是這個程度 是一個低一點的程度 很多人都可以去得到 只要你經歷過 你就會每次祈禱 都會有一些平安 輕省的 即是這個程度 但是再加強的 那個就是難的 怎樣難呢 是要付出代價 付出時間 委身 放下自己 以及多些一起集體祈禱 也都有機會為人祈禱 多些使用神給我們的禮物 這個恩賜 用的時候 神就會大大的使用力 而我自己發覺 集體祈禱是強很多的 但是集體祈禱都有兩種的 有時候有些人 我說你專心吧 專心吧 我說你不要開眼 你閉著眼睛 一會兒他又開眼 為什麼一會兒還在聊天呢 聊天是沒有可能性來充滿的 是一定是專注 整班人都專注的時候 是很不同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渴望 當你有這樣的神的強烈的同在 你的生命是不再一樣的 Cathalie Coleman 影響的人是很多 只有醫治的二百萬 被她靈命影響的人是多到不得了 求主幫助我們 在這個末後的世代 這個這麼艱難的時候 能夠成為一個 這個世上的明光 就一定我們從這些人學習 學習他們的為什麼 有這些 他們的秘訣在哪裡 我們現在看看 第一次的經文 一起讀 雅各書四章五節 你們想經常所說是圖然嗎 神所賜住在我們裡面的靈 是戀愛至於疾度嗎 這個講到 聖經講的難道是空下講白話嗎 神賜給我們住在我們裡面的靈 是戀愛我們 愛我們 道道至於疾度 有些人說 為何神都疾度呢 這個就是 聖經講翻譯 很多時候就翻譯 忌邪 忌邪的神就是 Jalosgar 忌邪意思是 如果我們愛任何人 是多 神就會忌邪 不一定是多 總之你多 你很緊張一件事 你很緊張很想得到一件事 神就會忌邪 就會疾度 即是說 祂不喜歡我們 愛世上的東西 多 不需要多 總之你愛世上的東西 多 神就不喜悅 神就喜歡我們 是專心愛祂 因為神做我們 是為了祂 讓我們能夠享受祂 而在神裡面 才有各樣的福氣恩典 沒有神的同在 我們什麼都沒有 所以我們明白 原來神 很想跟我們 有戀愛關係 我希望大家都 時時刻刻 好像我這樣 整天都 當然有些人更加強烈 就好像 Kathleen Kuhlman 和辛巴尼 都說過 她很長時間 每天很長時間 在她的房間裡 去愛慕神 因為神給我託父 是寫東西 教導訓練 所以我就不能夠 整天都在 在三人門去祈禱 但我可以 我都會盡量去做 在神的同在 其實神會給這麼高的智慧 我自己寫很多材料 都是神給我 教導我的 我希望大家都會有這個心 因為在耶穌裡面 凡事都能做 你在耶穌裡面 耶穌就償在你裡面 這個人就多結果子 即是說不只是我們做 有人可以做很多事工 但他的果子不多 但當我們 時時一神的同在 我們的果子就會多 一定會多 比如我們下個禮拜 會講這個 Heidi Baker 她經常都很長時間歧託 我試過有一次 很偶然的機會 去到 Reading California 就是那裏 有一個 Bill Johnson的教會 Bethel Church 在那裏 我偶然間遇到 其實那個過程是很特別的 我下個禮拜才講這個過程 遇到 Heidi Baker 一個同工 我就請了他去 我們的教會 就是開車去 其實我去那裏 三四個鐘頭 然後呢 我發覺他做一陣子 他就可以祈禱 他說我現在要祈禱 即是他們是真的有這種的習慣 他們是跟神有這種很密切的關係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即是你盡量 全日 就算你做其他事情都全日 感謝神 愛護神 喜歡神 有個心底處 在心底處 神是最好的 神是最好的 我全心愛祂 神一定祝福我 我心靈一定提升 即是有這種生命 你做什麼都想著神 你的生命就會提升 我希望大家 經常都想著 即是不要想著我很平凡 而是想著 神很戀愛 戀愛著你 祂很想你真的 會對祂有回應 很想你回應回祂的愛 好了 那這裏下面 就是我講 其實內容 我大約已經講了 其中有提到 就是 第三章那裏講到 那些人在聚會 感覺一種神的同在 是很舒服 有一種能力的感覺 淋到祂身上 然後 那些身體的病 就醫治了 即是祂通常 不是按手之後醫治 是在聚會裏面 一邊讚美神 那些人就得了醫治 接著就請祂上台 就在聚會裏面 帶領那些人 親近神的仇 那時候得了醫治 而 裡面有癌症好 殘障的能夠走回路 盲眼看得見 龍的聽得見 爛牙醫治好 癌症裂開地方 復合 長中的 總象的 癌症 就馬上復原 而祂說的那些說話很特別 請大家一起和我讀 祂說中間那裏 請不要令我的聖靈有傷 不要傷害祂 祂是我所愛 祂是我的一切 祂比世上一切更真實 很多人說聖靈 是說到恩賜和預言 但祂說到 是一個person 神是 聖靈是person 聖父聖子聖靈 是三位一體的真神 是有慰格 慰格就是person 即祂是一個個別 單獨存在的個體 祂有感覺 祂有意志 祂有感情 很多人說聖靈 是說到祂的能力和恩賜 但是 庫爾曼說的 神是說到和祂的關係 祂是如何體重聖靈 還有很多人是 隨意傷害聖靈 就是犯罪 沒有想到犯罪令到神憂傷 而新回來 就說到下面那裏 祂的經歷 我們一起讀一下 我感覺 我的每根骨頭都在糾動 膝蓋 嘴唇都在糾動 那種糾動 貫穿我的手腳 我看得他四周及上方 彷彿有煙霧 笼罩著 起初我以為是自己眼花了 但真的是有霧 他的連發光 就像有一道光穿透那片霧一樣 我由他回到酒店之後來圖 我閉著雙眼 然後就像觸了電一樣 我全身都糾動了起來 這種觸電的情況 持續了一小時之久 我覺得我好像在天堂一樣 逼不及待地 要和我的新朋友談話 第一句話就是祖安聖靈 就是我說這句話的時候 那種榮耀 那又重回我的房間 但我感覺被神力同在包裹著 每當我討過 每一次都會領受新力充滿 這是新班尼在祖安聖靈所寫的一些說話 好了 下面很重點 一個就是他和神關係 第二就是神是給人機會的神 當彼得要討認耶穌 耶穌怎麽跟祂說呢 路加二十二章三十二節 其實很容易記 二十二兩個二 然後加一個一 又給三二 二十二三十二 但我已經為你祈求 叫你不置於十條信心 你回頭以後要顛固你的弟兄 那麼 Roberts Learden說 神是一個給人第二次機會的神 給人第二次機會的神 因為很多人是會犯過錯誤 犯過很大的錯誤 而斐曼是犯過很大的錯誤 和一個已婚 又是故意為他而離婚的一個人 和他結婚 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 但是神是會給人機會的 神說你回頭以後要經過你的弟兄 他有一次 他就在街上 剛剛走到一條挖頭巷 在一個挖頭巷 其實那時候都是很痛苦 但是他在一個挖頭巷 忽然間就有一個意念 這都是神給他的意念 我下面就講到那個歷史 他結婚的歷史 他那句說話在哪裏呢 就是在第四那裏 第三項尾那裏 一起讀 我什麼都沒有了 只有對你的愛 就是我什麼都沒有 只是我對你的愛 雖然他這麼困難 但是他對神是很有愛的 他說我只有一件事給你 就是我對你的愛 他想都想不到 神是以後用他比以前更強 灰曼最後十五年 是他人生的最高峰 其實他在年輕的時候 已經有醫治了 在年輕的時候 神已經用他 他第一次看到醫治 是怎樣 在一個聚會 他完全沒有想到醫治 就在一個聚會 然後第二天有人告訴他 他的腫瘤沒有了 是他第一次聽到醫治 他起初不是想到 他自己都可以帶來醫治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神都可以用我們 你跟隔壁說 當你親近神 你都可以靠主帶來醫治 你相信嗎? 我曾經帶過不同的人 和我去宣教 他們祈禱一樣有醫治 為什麼在宣教裡說得多些? 因為宣教的地方 那些人比較謙卑 還有他需要比較大 那些人比較貧窮 所以他們就比較 他們有什麼經歷也不介意 所以那裡的醫治更加多 但是香港人 因為覺得自己都可以 我找醫生就行了 我需要找你呢? 即是自己覺得有後路 和覺得好像很醜怪 好像說我得醫治 或者有什麼經歷 比較醜怪 神原來是想我們 有一個很謙卑的心 很簡單單純的心 來到神面前 即使我們犯錯 但是神可以給我們機會 但是我們其實有一個東西 機會不是永遠回頭 如果傅爾曼 他最後那十五年 又再一次又再有一個錯的結婚 然後又再搞亂 他未必有再下一次機會 即是我們的機會 不是永久跟著我們的 我希望大家都會珍惜我們現在有的機會 即是我們能夠在一個清潔的關係 沒有人在控訴中 即是我們中間不是有人 現在人家說你又離婚 你又跟誰人離婚是不對的 即是沒有這些問題存在 亦都有我們的罪 我們靠耶穌都可以處理 這樣的時候 我們現在不是有些什麼 纏著我們 只要我們肯放手 對周圍的東西放手 我們就可以有機會 我希望我們珍惜 我們現在有的機會 給神去用 當你聽到神原來是給人機會的 你會有什麼感覺呢? 但這個機會一定是不可以錯失的 其實我第二次說Hiley Baker 她看那些紀錄 沒有什麼說她的破口 但下一個人物 她是很大的復興 但她也有很大的破口 這也是我們要學習 為什麼有些人的破口 會被魔鬼影響到這樣的程度 但她的侍奉在兩年的時間 帶來十萬人 當時來說是不難以想像的 十萬人尋處 很大的整個國家的復興 但她後來會有些破口 這些都是給我們學習的 那她怎麼親近神 為什麼會這麼厲害呢? 所以我覺得我們講完釋放醫治 我們都一定要學一下這些人物 在她身上學習 為什麼她會帶來這麼大的醫治 她的心有什麼特質 有什麼破口 我們需要處理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夠說 神啊 我不想有任何破口 任何破口都是會破壞 偷竊殺來毀毀 被魔鬼偷竊殺來毀毀的 OK 有人有問題想問的 關於傅宴晚 或者關於我們今天所講的主題 我希望大家真的被神的靈感動 一會兒我們會有分組討論應用 而是我們最後的時候 有愛報神的時間 我希望大家都珍惜這個時間 我們現在有少許的時間 去愛護神 大家站起來 當我們聽完今天的訊息 可能都會覺得 原來神可以這樣使用人 我也很想 我們人生是否為了賺錢 是否為了結婚生子 是否只是為了這些 我們就算做了這些 是否要活足 如果我們的人生能夠 給神去用 祝福人 不一定成為一個傳道人 總之有神的生命 就會給神用 有神的生命就會給神用 求主幫助我們 在這一陣子跟神說 主啊我需要你 噢 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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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祝你 耶稣 我爱你 主耶稣 我需要你 愿你的灵充满我们 愿你的灵更生我们 你可能感受一种力量 感受你身体沿动 一种舒服的感觉 耶神 多谢你 你会来到我身上 你不嫌弃我 我亲近你 你就会来到我身上 我们就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我想这么大的给你蓄伴 这么大的给你掌管 整个生命给你掌管 我所有的只有神 我什么都没有 一切我有的都是神给我的 而这些是身外物 但是我们有神 一切的东西都有了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求你今生我们 吸引我们 改变我们 改变我们 提升我们 改变我们 提升我们 我 恳求信力 灯满我们 恳求信力 灯满我们 改变我们的心灯满我们 改变我们的心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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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靠四年 充满我心 安靠四年 死放我 安靠四年 拥抱我心 安靠四年 改变我 我希望我们回应神 我愿意陪你入窗亲密的关系 我愿意将生命给你 我愿意行你的路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感谢天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